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 我們都很辛苦 對於你真的是 謝謝 你一個難以為人的國家很辛苦 一天都很辛苦 一久沒見你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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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成功好 加油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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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 那你講兩句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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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趁警大聯盟的朋友 大家好 好 謝謝大家 今天來到 遞信給我們立法會的議員 支持香港警察 我想大家都知道 過去這六個月 香港警察非常的忍辱負重 非常的辛苦 我見到很多警察受傷 我自己親身都探過很多受傷的警察 令我最感動的 就是其中一位警察 他被燒傷了 是嗎 是 但是呢 他都無怨無悔 很希望可以快點回來 和大家一起守護香港 是 另外呢 有位警察呢 他的手指被人咬斷了 大家記不記得 是嗎 我去探他那時候呢 他跟我說 就算 他自己的手被人咬住很痛的時候呢 他都沒有想過要拿槍出來射 因為不忍心 不想傷害電青人 我想大家記住 我們都是愛香港的 是嗎 是 我們不想見到任何暴力 是嗎 是 我們不想見到任何人受傷 是嗎 是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希望呢 香港的警察呢 都聽到 今天呢 撐警大聯盟一班市民的聲音 我們是一齊支持警察 依法執法 是嗎 是 現在呢 反對派的議員呢 不斷地在議會裏面 和社會上面製造事端 最近呢 因為公務員的加薪呢 他們特別呢 就說要抽起警察出來說不准加 大家覺得好不可以接受 好 可以 踢走駕仔員 踢走駕仔員 大家都知道呢 公務員加薪呢 是根據機制的 這個機制呢 是沒有分這個部門 也都不是看表現的 而是看譬如通脹啊 和其他的公司 企業等等的薪酬表現 是一個機制的 如果破壞了這個機制的話呢 以後就很麻煩的了 他說各個部門 你不喜歡他 你就拔他出來 就說不加薪 那就不行的 所以呢 反對派的議員呢 其實不是不知道有這個機制 而他們是明知不可為 但是他們是都要找警察 來 怎樣啊 制旗 是啊 打壓和制旗 他們呢 經常就說要 又說要找處長來去 其實如果來立法會 就是給他們公審 所以呢 我們呢 一定要維護這個機制 我們認為呢 所有公務員呢 都應該齊上提諾 加薪呢 就全部一起加 是不是啊 就不可以呢 特別呢 要委屈了警察的 所以呢 我們在議會裏面呢 都會繼續呢 為大家去發聲 支持今次 警察的薪酬調整 好嗎 好 那這段時間呢 也都辛苦了大家 知道大家呢 天天夜夜夜呢 都很努力 這樣呢 去發聲 大家的發聲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吧 所以呢 也都希望大家呢 繼續就各國的事態發展呢 大家都多些發聲 多些出來行動 好嗎 好 好 辛苦大家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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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郭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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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替陳健波收了這封信 我會交給他 好 謝謝 多謝大家 辛苦你